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上一次我们讲到行军篇 行军地行九地这三篇的东西 都是比较实物操作面的东西 行军作战 带兵远征 深入敌营 深入敌国的境内里头 有关地形方面 有关士兵的心理状况 有关 怎么样去 你深入到敌营的阵营里头 去打仗 土地也是别人的 天也是别人的 看到一切通通都是别人的东西 你如果在那个环境里头 还能够免费 你这个军队的一个很强大的战斗力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因为很抱歉 老师这辈子没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这个要讲的话 是不容易讲 所以我想啊 就是像 特別說像這些東西 像現在國語片上所講的這些東西 储君相敵 相敵 就是觀察敵情 幫敵人看相 相革命 絕山一谷 士生楚高 戰龍悟登 慈楚三之君也 像這些東西啊 就很快的帶過去 上一次也很快的跟大家講了一下 那這邊你看看 敵盡而盡者 士氣顯眼 敵人很靠近 明明知道他在這附近 可是他卻默默作聲 一定是他有所平視 他平視什麼東西呢 像這些東西啊 你有空的時候 要靜心地去思考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把這些道理應用在生活上頭 那你可能就會一兩句話 可能可以說過非常多 那這部分呢 我就很快帶過去了 這些上一次都有提過一些東西 剩下這幾張啊 我準備今天呢 就利用這個課的時間呢 挑這些章節啊 比較重要的部分來跟大家講 那像行軍篇的這一段文字啊 是我一直以來都講的非常好的東西啊 不過我講最好是他 孫子講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把他孫子兵法做一個歸納 造成行軍篇的這樣的環境以後 他再度把兵法的一些道理用很簡單的文字 惡要的提醒大家 兵非易多也 行軍篇一頭 啊 向敵 瞭解周章的環境 被預設敵人 他到底準備要做些什麼 然後呢 插了這麼一段話 這段話呢 換另外一種方式來講 同樣兵法的道理 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 他說啊 打仗呢 兵隊呢 並不是人越多越好 兵非易多也 唯武武進 重點呢 不要很莽撞 以為呢 你想要打就可以打 現在呢 很多的 很多的人認為打仗的 你看很多的電影啊 或是看小說的 莽撞的居多 這是在企業裡頭做投資 做分析 案情 跟這個敵對互相在爭衡的時候 那兩軍在對色的時候 經常呢 武進的人是比較多的 誰能夠做一些比較深層的思維 然後呢 能夠去猜測敵人的情形 而且相當程度上能夠掌握敵情 這樣的人 相對的是比較少的 在你們公司裡頭 誰能夠做到這種 誰就是降領之財 就是所謂的降財 所以 兵不是人越多越好的 所以 重點是 不要冒險 不要武進 就是莽撞行事 重點是什麼 能夠併力把力量集中 併力就說明了一切了 另外幫忙把十個人整合成一條心 十個人的心思整合在一起 讓它變成是一支隊伍 因此呢 能夠能征善葬 大家一條心的隊伍 把十個人的十雙手整合成一雙呢 非常大的一個操作 併力 料敵 料敵就是料想 遺情 取人 把對手給取下來 拿下來 把對方的軍隊拿下來 把對方的城市拿下來 有必要的什麼 所以 整個兵法其實就是三句話 併力 料敵 取人而已 你看他講得多好 對不對 把我方十萬個人 把他給整合起來 然後 號令言明 在一個降臨的待人之下 就能夠呢 起義 行動 意志之所到的話呢 都能夠功無不克 戰無不勝 所以這個叫做病律 料敵 那這個是降臨的很重要的一個才能 你看他在不同的地方都不斷強調料敵 料敵至勝 所以他什麼叫料敵 你知道 料敵是對外的 料想敵人 對不對 料敵應該 應該越寬 還是越遠 料敵越寬 還是越遠 料敵越寬跟越遠的意思 這是文詞上的概念而已 其實料敵要寬的意思就是說 盡量 盡量把對方想得非常的厲害 懂嗎 這是越寬的意思 所以把對方用比較寬厚的條件給對方 所以把對方呢 想像說對方在這個時候 他應該會怎麼做 應該會怎麼做 料敵越寬 這樣的話呢 可以鍛鍊我們自己 而且呢 可以萬無一失 你如果料敵越遠的話呢 你想像說這個地方他應該不會那樣做 不會那樣做 所以料敵要越寬 所以你能不能夠猜測 料想對方應該會做什麼 所以病例 料敵 然後呢 在實際操作篇上頭 你能夠運用軍真篇 或是這個 九變 九變篇的道理 能夠實際操作上頭 能夠取得 好像拿下來 所以也不過就是這樣而已 那如果無律而易敵者 輕是敵 敵人 就是 輕 這叫輕敵 易敵是叫做輕敵的意思 如果是無律 沒有生謀 沒有原律 思考不夠周詳 而輕敵者的話 那一定呢 會情願 很快會被人家拿住 這段文字啊 你看這個文字重不重要 美不美 就只有短短的大概幾十個字 可是同學可以背 你經常放在腦海裡頭 你會發現說 冰在精不太多 就是這一句話 那冰在精不太多 到底在幹嘛呢 就是足以病例料敵取人 如此類 那所以說呢 要告訴我們說 任何事業的人 其實都不可以適用而輕敵 所以孫子兵法 什麼是孫子兵法呢 同學 如果沒有讀過孫子兵法 沒有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會發覺 很多人認為讀孫子兵法 一定都很勇猛 就是你如果讀孫子兵法以後 你可能會覺得 就是懂兵法的人 其實都很小心起身 不知道這段話 也沒給各位同學 打破以往的一些觀念 認為喔 讀過兵法一定很勇猛威武的 將軍型的方法 可是 接下來這幾章 會讓你知道 將軍的修養都是 敬以 敬以憂 正以治 就是很安靜 深層 人不能測 人不知我 我獨知人 這才是將領應有的修圍 這個觀點 有沒有跟大家 平常對於將領 對於會打仗 對於很會經營的CEO的那種概念 是不是完全相同 大家想到CEO 你覺得CEO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才 將領 的人才 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才啊 將領是不是應該很會講話 將領應該隨不隨便罵人 將領應該很勇猛 行動很有力量很有實行力 那叫將領嗎 孫子說你今天帶兵打仗 你生戲的是十萬人 一支軍隊二十萬 保家衛國 你這個將領應該是什麼樣的一種個性 是吧 將領不應該是很張揚的人 是吧 將領不應該經常處在你光燈之下的人 將領不應該經常為人能夠開測得了的人 將領不應該是很透明 讓人才可以看得見的人 是吧 將領應該什麼樣的人呢 相反的 將領應該比較低調的人 低調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將領應該是屬於比較沉靜 然後 心思很深密 人家不能夠輕易猜測得了他在想什麼 這樣的人才是將領 這樣的將領的形象跟各位同學 對於將領或是CEO或是總經理這樣的人才 這個想像 是不是 跟各位的想像是不是相反 因為一般來講 好像是 大家比較不會想到將領應該是這樣的 你們一般的對CEO對總經理的想法 應該是什麼樣的人 那他這邊告訴你 將領應該是這樣的 唯武武進 不是貿然行事的人 是吧 不要是無慮而輕敵的人 他一定是 多多準備的人 他一定是 花90%的時間思考什麼 失敗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雖然 你一看李嘉奧成 雖然看起來他好像不是在講孫子病話 可是你去想他所講的東西 處處呢 暗和孫子病話 這個好像跟我們傳統對於將領的認識是相反 我們認為將領 你看在軍隊裡頭當將領的 都是雄壯威武的幾個 那講話都是非常的昂揚的 那 你覺得他雄壯威武 可以當將領 可是 以孫子對一個將領的一個解說來講的話 是不是出乎大家的意願 你們的看法是嗎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縱合這幾節課來講的話 你們應該也知道老師是比較希望大家 如果你服了孫子病話 你應該怎麼樣培養自己成為一個比較遠用的一個大將之產 你應該培養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第一個 不要張揚 形式比較低調 是不是應該這樣 你覺得你是不是屬於比較 比較形式比較低調的人 還是很容易張揚自己的人 很容易張揚自己就很透明喔 你知道被人很猜測就掉喔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的人 人家都可以按之後都可以想 你會做什麼事 然後 事先就安排好 有一個坑讓你掉下去 你知道嗎 當將領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後面帶的軍隊 十萬個人 五千個人 或是帶一家公司 不就很危險了嗎 你們想想看是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所以做人是不是應該比較低調一些 上一次也好多回都跟大家強調這樣的觀念 那其實在另外一個地方 他也再度強調這種概念 我現在既然講這個概念 我順便跟各位說了 那是在九地一篇的時候 九地一篇裡頭 各位同學 這邊這一句話 將軍之事 敬以憂 正以治 現在我們講行軍 行軍篇第九篇 第行篇第十篇 然後九地篇第十一篇 所以這個是九地篇第十一篇 九地篇第十一篇 有一句話也請各位同學牢牢記住 將軍應該做什麼事 將軍應該做的事 就是敬以憂 正以治 文字非常精短 但是意味深長 這種文字你體會到什麼 跟剛剛我們所講的 兵非易多也 唯無無盡 足以病例 料敵 取人而已 服務無為 無慮 至乎無慮而輕敵者 必輕於人 然後這個是不同樣的章節裡頭 在另外一篇裡頭 提出一個同樣的概念 那更進一步很精簡地告訴你 將軍應有的修為應該是什麼 敬以憂 正以治 裡面的同學有沒有這樣的體會 或是有什麼想法的 你覺得將領是不是應該是這樣的修為 將領應該是口才很好的人 將領應該是很能夠有說服的人的人 這是大家經常都會想到的 將領應該是很有能力的人 可是什麼叫能力呢 什麼是能力 能力有很多種 對不對 國風能力 各位一定會想到 很有國風能力 將領應該有危機解決的能力 將領應該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是大家都想到的 像現在要選總統 各位同學你們覺得誰比較有能力 來當總統 是不是 帶領國家往前走的人 將領啊 不是嗎 當領導者的應該什麼樣的能力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身為國家領袖 四處到民眾去的地方去 當然很多時候是接近群眾 接近民眾 這當然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將領應該多花比較多的錢做什麼書 靜以憂正理制 將領應該是屬於比較深層 比較經常在想重大問題 然後解決國家問題 這是將領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呢 是不是跟你們的想法是不是有所不同 還是你們的想法早就是這樣的想法 以及如果你認同這樣的將領 以及為什麼將領要這樣做 對如果這樣一講的話呢 將領不應該是一天到晚 被人家採訪 麥克風拿過來隨便可以講話的 不應該是這樣的 你們的看法 靜以憂正理制 為什麼要靜以憂呢 靜以憂 各位有一個以前的解釋 將軍應該是沉淨而深邃 人不可測 你們覺得如何 那如果把將軍換成為CEO 引導人應該沉淨而深邃 人不能測 你們覺得如何 能於世俗是耳目 此之無知 這個東西就不用說了 因為這個是帶領軍隊 很重要的是 軍機不可卸 人旁邊的這些參謀都不能測 更不要講你世俗 所以整支軍隊都是牢牢的操控在將軍的手上 要他東他就不會朝西 所以你到了部隊去以後 你甚至寫家信 寫信回家 都不可以寫 也不可以暴露你現在人在哪裡 這個東西跟民主的觀念是相違背的 因為你在打仗 但是將軍應有的修為 應該是靜以憂正以正 靜的話相反就是什麼 動 優的相反就是明 那這個跟我們傳統的觀念 我們大家一般人接受的觀念 認為你身為CEO 身為總經理 其實應該是很明亮的 經常為人家所知道的 可以推測 可以預期的 這樣的形象是相反的 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事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的話 你看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經常都不輕易曝光 不輕易曝光 民主國家 因為還常常必須要接受民意的考驗 經常一天到晚把他的道理 很多東西講清楚 這固然是有一方面的道理 但是很多時候你的曝光 你很容易把你的想法 就為人所稱 會導致你一個法案通過 這國家就欠於停擺 所以你一代已經當上了將名 當上了一個CEO 當上總經理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應該要想辦法 消除一切的主力 而一切主力的來源當中 其中有一個就是曝光 你只要曝光你的政策 曝光你的想法 很容易呢 就會為那個想要破壞你的的人呢 他就會有橫踩霧灶的時候 這種想法就是一個領導者 他應該有很注意的地方 就是敬以憂正以治 所以當上領導者 我是比較願意看到一個領導者 其實應該是比較低層的 比較深層 深層厚重 不為人所知 比較不容易為人所測 也就不太容易為人所測 這樣的話才比較容易成事 你們的想法 明朝有一個 一個女星舞 我曾經講過一個 她是一個文人 她說啊 人才有三種 第一種等級的呢 叫深層厚重 你們聽聽看 第二種等級的是磊落豪雄 第三等級的 是聰明才變 這個想法其實跟孫子兵法這麼說 講的道理 對一個領導者 最高領導者的一個修為 是相吻合的 就是當領導者應該是如深水一樣 淨流 不為人所情依之道 這樣才會帶領一群人 才要隱藏他真正的企圖 你已經當中總統 你看到曝光 一天到 讓人家知道這個 知道那個 國家安全的事 現在媒體很通達 而且網路 任何地方的消息 風吹草動都從美國人所蹭 而且要治理國事 要解決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看對於那些共產集權國家 其實對他們的領導人 我們基本上一無所知 可是對於我們這些民主國家 歐巴馬這個講錯什麼話 立刻就曝光 民主國家國會議長發生什麼事 立刻就曝光 可是你在共產集權國家 他們的領導非常專注 不要談大陸 談那個俄羅斯也是一樣 他們經常的做法是 國家的力量必須要集中 國家力量集中的話 不輕易曝光 那這個觀念當然跟我們不太接近 但是呢 現在如果談軍事 談 談將領 談領導者 深層厚重 才是第一等人才 磊落豪雄 反而畏居其次 第二等 聰明才變 很會講話 口才很好 很聰明 反而是第三等人 第二等人磊落豪雄 看起來很有號召力 很多的哥們人脈很好 是吧 磊落 光明磊落豪雄 反而只是第二等 第一等人是什麼 深層厚重 你們的評價呢 你們覺得呢 這個有關對於領導人才的一種 一種品嘗 或是一種品味 想跟你們多說一下 你們的看法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我們要的 哪一種類型的領導者 才比較適合能夠把整個國家的大勢 扛在肩膀上頭 如果解決國家的重道的任務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呢 有沒有不同樣的看法 沒有關係啊 出來聽聽看 所以你們發覺 現在不管是誰當國家的領導人 不管是誰當總統 好像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 問題永遠擺在那個地方 就不斷的拖延下去 很多民主國家一樣 不只台灣這個路程 除了政治體制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太容易為人所蹭 你懂我意思嗎 你們的看法怎麼樣呢 我們在管理學院呢 你們沒有一個必修課 就跟leadership有關 就我們器官所圓門課 倫理領導學生 那其他的所呢 你也台灣所或者是 治國安所有沒有領導分 人官所有沒有領導分 有沒有領導分 有什麼領導分 講領導嗎 有講領導 蛤 對 那應該有談到一些 那談到一天的話 對領導者應有的素養跟修為 應該是什麼樣才是領導者 你們的看法 有沒有提到 那個課裡頭 其他學院研究所提到leadership 應有的一種風格 應有的一種 一種 修為 有沒有這種課 對管理學院 對管理學院 反而不強調領導者 應有的素養 現在你看 孫子兵法 雖然他不是有一個專篇 專門在談領導者 可是你散落在各個篇章裡頭 你可以 你可以看出來 孫子所認可的 他所欣賞的 他應有的大象的修為 不是那種張揚很高調的人 是很低調的 所以人家會什麼態度說 蛤 你就是當耶 不知道當耶 就是這個 你們的看法 你心不像這樣的格調的董事長 還是你覺得董事長應該是 四方的人都勇促著 然後走到哪邊 旁邊跟很多人 哪光燈隨著照 處處引領風騷 是不是很羨慕這樣的領導者 對不對 因為媒體這樣裝扮出來 領導者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有為者易落勢 對不對 所以他當一個總經理 當一個領導人 應該是這樣的人才對 這樣才是總經理總司長應有的身段 不相討論這個問題嗎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各位同學 像柯文哲這樣 你們覺得什麼 柯文哲是直接上第一線 想到什麼講什麼 他是很典型的 跟這個不太一樣 雖然他有另外那一面 我們不知道 他的IQ很高 他內心都在想什麼 答他不太清楚 可是他是直接上火線的 每天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爆很多東西的 是吧 雖然很有過濾 可以推了整個台北市 往什麼 我不知道他往哪地方 你看看 上任的這段時間 他在解決什麼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帶領軍隊打仗 喔 帶領一個公司賺錢喔 達成董事會或 國動戰會交流的任務 必須要賺多少錢 這樣的人到底什麼 才是他最重要的事 這個想法我希望各位 花一點時間思考一下 好不好 將來有機會 你當上的主管 什麼才是主管最主要的任務 當上的總 總經理 執行長 什麼才是你總經理執行長 最主要的任務 為什麼深層厚重是第一等人 為什麼磊弱豪雄 退而其次 第二等 聰明才變反而是第三等 當然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呢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你感覺什麼 我只是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 一個 帶領 那麼多的 軍隊 然後手上掌握的是 那麼重大的資源的人 他不應該把他一天二十小時 有限的光陰時光 去用在那些不重要的事物上 他應該做的是 很重要 但是看起來不是那麼緊急的事 可是現在很多的領導者都是做什麼事 很多很緊急的事 很多很曝光的事 對外宣傳的事 那一塊不需要你去做 你應該解決的是什麼 重大的你們這個組織的內部外部的問題 而不是被外面緊急的問題把你拉著走 讓你呢 花了很多時間在那些不太不重要的事 看起來很緊急 你知道我們管理上都把緊急跟重要的負面四個象限 你記得嗎 緊急而重要 緊急而不重要 重要 而不緊急 重要 不重要又不緊急 所以一個領導者 如果真的你要去解決這個組織或這個國家重大的問題的話 他應該是花最多的時間去解決那個 什麼事 重要而不緊急的事 你們可能會選擇為什麼不去解決那個重要而緊急的事 為什麼要解決重要而不緊急的事 為什麼不花時間在解決重要而緊急的事 為什麼要花時間去解決重要而不緊急的事 哪些事情是重要而緊急 你們的看法 這個管理權應該都學過了 你們花很多時間解決重要而緊急的事嗎 請問你的生命當中 你每天生活當中 你作為學生來講 你每天處理都是重要而緊急的事嗎 還是你花絕大部分的時間去解決 眼前看起來不緊急 但是很重要的事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花很多時間去解決那個重要而緊急的事 為什麼你不花很多時間去解決那個重要而緊急的事 很簡單 你就概念 重要而緊急的事都是危機 你一定要去處理它 一個公司如果一天到晚都在解決危機的話 你是一個稱職的總經理 很顯然這個公司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總經理已經變成消防隊隊長 一天到晚在解決很多問題 很緊急 很緊急 固然很重要 所以真正應該 花很多時間應該是這些重要而不緊急的事 那種事情很容易為人所輕忽 不緊急 就躲開了人們的目光 移開人們的視線 就輕忽掉了 而那個地方日後會變成很重大的危機 會爆出來 那種事情必須要它還沒有爆出來之前 總經理就必須要去花時間解決 而解決那種問題一定必須要什麼 解決問題一定需要什麼 解決問題必須要什麼 要時間對不對 還需要啊 個人需要什麼 你要解決重道問題一定需要什麼 解決重道問題一定要什麼 獲利是沒有錯 個人需要什麼 要沉浸 要深邃 我們今天台灣很多的問題呢 我們的領導者或是執政者 或是重要的跟團隊 他們很少有時間 好好發個心思去想想看 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台灣現在很大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然後不斷的拖下來 都丟給下一代 他們說資源的問題 國家未來手下的問題 通通都是拖著拖著 不斷拖下去 他們說這個什麼工保基金的問題 老保基金的問題 這個問題解不解決 拖下去再過錢說不定破產 破產的話 那那些洗日繳了很多錢怎麼辦 還有未來 如果這個繼續下去的話 未來很多年輕人 他不斷繳這些錢 就是撫養人口很多的老年人 那可是年輕人人數越來越少啊 這樣做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 解決了嗎 水的問題我們解決了沒有 前一陣子不是喊缺水嗎 還好沒雨 連續一個多禮拜 每個地方下了沒雨 現在是不是沒有水框的問題啊 台灣的水解決了沒有 都不解決啊 幹嘛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覺得問題一定得罪人 解決了沒有 沒有解決問題 是吧 誰敢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人敢解決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依然存在那邊 每天在啃事的台灣 他們說核電的問題你解決了嗎 你知道像夏天現在最近這一個禮拜 你看天氣那麼熱 台灣的用電的問題 那現在核能要租貨廢除掉 那請問一下 慢慢 據說大概 五年之內一定會面臨限電的問題 台灣可以承受到限電嗎 你們在這一代沒有 沒有這種經歷限電 那我們現在往這個年紀的 很有限電的 這種經歷 那你跑到一半 突然間電腦斷了 我們以前是沒有電腦 跑到一半 突然間電腦斷了 啊 沒關係趕快 蠟燭拿出來 就點來 繼續在那邊寫功課 那一停電 停一個小時 停兩個小時 停水也是一樣啊 但是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台灣的經濟起虧的過程當中 電力不足 難免會碰到的問題 現在我們電力 一直都非常的創通 所以大家會感受到 電力如果不足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現在突然間一來的話 電梯被卡住 你正好被關在 三十樓跟三十四樓中間 你把那個門稍微把它拿開 看到的是一塊塊磚塊 你們有沒有看過 沒有那種經歷啊 這不是屬人啊 所以你如果電力的問題 如果你不能解決的話 你先把 把重要的那個電源把它給關掉 這不是負責任的一種問題 你應該先把它給解決到 逐步 我應該用多一些綠能 是不是 多一些什麼樣的一些 發電的一些來源 然後我再把核能把它關掉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策 水的問題一樣啊 教育的問題一堆啊 兩岸的問題沒解決 國家的問題一缸子 從來沒有哪一個領導者 願意好好花心思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解決這個問題要怎麼辦 需要什麼 就需要一群人 這一群人必須要好好去溝通 在一個將領的帶領之下 大家好好去深思 三天三夜 甚至三天三夜都解決不了了 大家願意共同衛生的國家去打拼 去想出一些好的政策出來 可是現在都不順 現在都是為了選票 在喊 兩黨都是這樣 還有很多其他的黨都如此 所以我們國家你什麼時候看到哪一個問題解決了 健保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隨時會垮欸 教育的問題一堆啦 貴人比我更清楚啊 是不是 哪一個問題解決了啊 對吧 所以要解決問題不是去講的 解決問題需要什麼 需要深層而厚重 越大的問題越需要深層而厚重 講話比如說我現在丟一個問題給你好了 核能問題怎麼解決 來你思考一下好不好 沒有電力怎麼辦 沒有電力怎麼辦 現在不是封存了嗎 那核一核二核三提早退休是不是 核四封存 核一核二核三是不是提早退休 那沒電你怎麼辦 就談這個問題就好了 你怎麼辦 你怎麼解決 這個是急迫影響到每一個人的問題 要解決的問題需要什麼 所以問題都沒解決 對吧 所以好多的重大問題沒解決的話 今天你要有一個領導人 你要來需要什麼樣的內在的修為 這個是至關重要的事 就要深層厚重 當上總統了 其實他應該關在總統府裡頭 好好找一群謀士 好好每天去思考重大問題怎麼解決 跟在野黨跟民眾怎麼溝通 跟社會重要的團體怎麼溝通 每天想的應該是這種事 國家安全的問題 武器的問題 保衛國家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 兩岸的問題 這些問題通通通都是 你一個最高的領導人應該做的事 而要解決這些問題 需要多少時間 哪還有時間去參加畢業年齡去檢採 還有別人去那邊跑 你懂我意思嗎 今天不是說他的問題 今天任何一個領導者 台灣過去阿扁當國總不是也一樣嗎 一天到去檢採 一天到去演講 那是幹嘛 那是總統應該做的事嗎 懂我意思嗎 所以當著領導者一天到還在競選 剛剛同學講他還要選票 還要民主跟他溝通 那就不是領導者應該做的事 當上的總統 最主要的問題應該是什麼 要解決台灣自己國家的問題 台灣國家問題 諸事如麻呀 人口問題解決了沒有 什麼時候你看到 台灣未來你看走向 好多的年輕人不願意結婚 結婚不想生孩子 人口越來越少對不對 可是老年人口越來越多 比重越來越多 那一定是 越來你們當年輕人越來越辛苦阿 對不對 你們將來 你們說不定現在就在繳那個什麼 老保金阿 或者公保的這些 欸你們現在繳的就是 給我們待會要 要退休的 要領的 那我們現在繳的人 都在養 早已經退休幾年在養 那未來 繳的錢的人 越來越少阿 對不對 那這個基金你說 會不會垮 啊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 就跟健保 健保前一陣子 楊次良把 把那個 這個叫 要補肺有沒有 叫健保補肺 那個東西 有解決嗎 健保還是可能 十年之內有可能破產 從來就沒有解決過問題 對不對 要解決問題需要什麼 所以 很多時候你看到會覺得很難過的是 台灣的真正掌有權力的人 他所真正做的事 不是想要解決問題 而是經常都不斷的競選 所以對於競選感到興趣 對於治理博士不感興趣 對於掌有權力 深感興趣 對於如何使用權力 幫國家解決問題 不感興趣 這是台灣政治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你們同學要聽聽看 所以媒體通通都是在報那些 可以看得見的事 可是很多的事情在底下 好比說下水道 雨一下來 像台北市昨天還是前天 不是在興隆路啦 雲山區 是不是 下了一場非常大的雨 結果雲山區淹水了 淹到這邊 興隆路都沒有淹 好多地方都淹水了 請問為什麼淹水 當然雨量非常大 那是超過一天一百里以上 一百公里以上 那是全世界非常強大的 很短的一兩個小鐘 下那麼多的雨 沒有地方不淹的 是吧 可是在台北那樣的 鎖善市區裡頭 也一樣 下一場雨可以 讓你淹到那麼高 對頭呢 有一些問題 不是那麼完善的解決 是吧 那下了雨淹了水後 老百姓當然躍身宰高了 可是有誰會願意好好去想說 我要如何把台北市的 下水道的問題解決 徹底解決 是不是 台灣的水的供應問題 特地解決 以後下雨很難再淹水 下水道就要經常花很多錢去買 花很多預算 可是哪一個縣市所長 願意把他很大的錢去花在 買下水道 去解決水淹水的問題 去做水庫的挖淤泥 做水庫的擠水區的防止水土流失 對不對 然後做很多水土保持應該做的事 然後準備下一波 萬一像韓國現在 南韓現在除了它的MERS的問題出來 南韓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乾旱 像台灣其實不是一年多沒下雨嗎 乾旱 還好一場沒雨下來 一個多禮拜下來 現在全台灣都沒有這個水荒的問題 如果哪一天 台灣再次面臨水荒 兩年沒有下雨 或是一年沒有下大雨 哪一年 因為去年沒有來個颱風嗎 你記不記得 去年一整年沒有半個颱風 最後一個颱風就是 入貨 沒有帶來雨 一年多沒有真的下糖大雨下來的話 很容易台灣的水庫又耗盡了 台灣的水庫現在蓄水量大概一半左右 因為裡頭一半已經被泥沙粉給淤積了 所以它的容量就變小了 很容易就乾旱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好好解決過 所以以後會層出不窮地面臨這樣的問題 可是解決這種問題 為什麼先知所長不願下去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願意好好編預算 好好找工程師好好去解決問題 地層下線也是一樣 像這種問題 因為它不是美光燈的問題 所以沒有人願意幹這種蠢事 解決這種問題的人 他一定要編連續的編幾年很強大的預算去解決這個問題 問題才能夠得到一點曙光 可是媒體不會報導 老百姓當然就不會知道 我也知道對你選票就沒有幫助 民主主要這種地步 一上任以後開始就為連任開始在做打算 那既然為連任為選票做打算 你所有的資源讓他投下對你選票有幫助的那些領域裡頭去 只有下大雨有水 才有重大災難的時候才知道說政府做了多少事 是不是 所以你要解決 所以你要解決重大問題 一定要有個前提 就是要避開美光燈 願意讓自己淨以憂正以智 願意讓自己不為人所知沒有關係 我就是要解決問題 這種情懷這種胸心 在現代民主國家裡頭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少做 你們的看法是不是這樣 對 都是處於緊急的事 所以有災難的時候 會質疑首長在哪裡 可是有誰去質疑說 請問你的預算這樣安排對不對 你解決的多少 看不到 這是潛在會爆發出來的重大的問題 他雖然眼前不緊急 對不對 但是很重要嗎 而要解決這種問題的人需要什麼樣的心思 需要什麼樣的心思